哈喽大家好,我是Up主,又回合科 今年8月,柯南圈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不是新人老贼,又是又看了九州 也不是名战柯南将在10月18日发行第一百圈漫画 而是结束连载的锦校五人组漫画决定制作成动画 那么,问题来了 不熟悉柯南主线的观众肯定会问 锦校五人组是谁? 他们是与柯南主线有着千丝万里关系的五个人 以Ishitow为代表的五个锦校同期毕业生 县人刚称,还专门为他们五个人画了一个名战柯南的方外漫画 名战柯南警察学校篇 中间有很多与柯南主线的信息的联动 比方说,就有提到 毛龙小布朗在锦校时是28子弹能全部命中靶心的超级天才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时尚最详细的锦校五人组介绍 包括了这本柯南官方方外漫画的全部内容 即使你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五个人是谁 看完这期视频也能一清二楚 顺带一提,明年的柯南这张版中,锦校五人组也会登场 在《明亮客栏》中,锦校五人组总计出场了以下剧集 总计72集动画,两部剧场版 一部主角,以及尚未制作成动画的企画漫画 长篇的逻辑,短篇讲故事,能让我们开始 故事还要从锦校五人组的第一位成员 安石透,他的本名,降古灵说起 关于降古灵的身世,是柯南作者 秦阳刚昌留下的伏笔之一 目前比较靠谱的说法,出自漫画281画 在人鱼岛,扶不翻的,行造访人鱼岛的名册上 有着古正晃三个字,如果补权,极有可能就是降古正晃 那么,降古灵的爸爸就极有可能 是福布口中说的前外务大臣 内阁的官房长官和人鱼总裁之一 这位以前负责主导日本政务的大人物 曾当人鱼岛想要探究长生不老的秘密 降古灵是混血儿,父母中有一个是外国人 这个身份同样值得注意 因为赤锦家的关系,柯南中不少都是英日混血 像赤锦秀衣,慧元埃,公演明媚,都是混血儿 那么降古灵的妈妈就是一位外国人 在青山采访中提到 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艾斯特的阴影水平很好 按照青山的尿性,很有可能也是英国人 19年前,慧元埃的爸妈,公演夫妇 在老家开了自己的诊所 10岁的降古灵经常因为打架受伤,造访公演医院 因为她独特的发色,经常被童年小伙伴吵笑 同时混血儿的公演埃莲娜对降古灵不外关心 她告诉降古灵,不管是黑人,白人,还是黄种人 都流着红色血液,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从此,降古灵就对慧元埃的妈妈,公演埃莲娜产生了爱母之情 在2014年,青山老贼采访中 也将公演埃莲娜列为暗石头的疏敛 降古灵为了能经常接到埃莲娜 不惜会经常把自己故意弄伤,拜访公演医院 之后,因为慧元埃即将出生 要负担一家四口的生活费用 公演夫妇决定去往黑衣组织的前身 物案集团研究所 临走前,公演埃莲娜告诉降古灵 自己要去往很远很远的地方 所以不能再为她疗伤了 因为埃莲娜的消失 为了找到这位对自己非常重要的女性 降古灵决定长大后成为一名警察 五人组的另外四人 不忘有各自成为警察的原因 警校五人组中的第二位成员 祝福景光,哥哥是成为一切刑警 祝福高明,绰号孔明 景前是与木木警官同级的警部 景光小时候有个一起玩的小女孩叫尤里 同时祝福家里父亲是小学老师 尤里就是父亲班上的学生 有一次尤里在小学时的教育中 说自己肚子疼 景光的爸爸把她送到了医院 但她还是因为盲肠炎发作 抢救不及时就那样去世了 小女孩尤里的爸爸无法接受女儿的死 精神上怕是有些大病 一心以为是景光的爸爸 没有将尤里送到医院 而是绑架去了自己的家 于是22年前的一个夜晚 充滞了铁锈尾的恐怖之夜 已经让初中的哥哥 祝福高明去三家夏林不在家里 七岁的弟弟祝福景光和父母三个人 一起吃晚饭 到了七点左右 一阵响亮的门铃声传来 景光不知道是谁来到家里 感觉是父亲的熟人 父亲去开门时 和那个男人发生了争吵 妈妈去门口查看情况 结果就传来父亲的身影声 妈妈脸色巨变 跑回来对景光说 你先藏在这里 等到我叫你出来再出来 妈妈说完 就把景光关在了墙柜里 之后又传了他和那个男人的争吵的声音 但最后 他的声音也消失了 铁锈尾渐渐弥漫开来 连藏在柜子里的景光都能闻到 而铁锈尾实际上是雪的气息 通过墙柜的百叶窗 景光看到一个男人 手里拿着染血的菜刀 只听见 那个男人嘴里哼唱着 没事咯 出来吧 但那个男人找的并不是景光 出来吧 后面接了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就是因病去世的游礼 因为景光太害怕 没有看到那个男人的脸 在那个男人离开墙柜的时候 有一瞬间 景光看到那个男人的肩膀上 有着高脚背患纹的刺青 这位景光害怕地睡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中午 参见完夏琳回来的哥哥 祝福高明 打开了墙柜 景光爸爸妈妈都死了 不能说说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案件的打击 景光有了轻微的失忆症 甚至还患了失音症 父母去世后 哥哥高明被留在了长夜 第一景光则叫给了 东京的亲戚照顾 换了个缓金 失音症持续了一段时间 一直到景光 在东京遇到了江古灵 灵让他打开心扉 两人也就此成为了发小 从上帝视角来看 我们知道这个凶手 就是有理的父亲 景光却不知道 而景光也是为了抓住 杀害自己父母的凶手 所以进了警察学校 景校五人组的第三位成员 丘妍炎二 老家是开修车厂的 家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姐姐 名为丘妍千宿 在柯南漫画1073化登场 现在是神奈川县交通部 第三个交通自动队的小队长 景仙 为和佐藤同级的警部 丘妍炎二当警察的原因 就没有那么苦大丑身了 本来对机械感兴趣 也打算建成家里的修车厂事业的 结果修车厂突然变得不景气 最后倒闭了 所以丘妍炎二就考入警校 准备当警察 毕竟警察不会倒闭 警校五人组的第四位成员 松田正平 和丘妍炎二是发小 天然卷发 松田正平是拆解狂人 从小开始 他见到一样东西 就非得拆开看看才舒服 松田正平拆的第一个东西 是电风扇 小时候 经常去丘妍炎二家修车厂 擅自把东西拿来拆和改造 比方说 西方保时捷的车门 改造成欧义车门 经常被丘妍炎二的爸爸骂 松田正平小学时 对丘妍的姐姐一见钟情 七经为止 拆在所有东西里 被骂得最狠的一次 是拆了丘妍姐姐的手机 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松田正平的父亲 松田张太郎 是职业拳戒手 有一次 松田张太郎 自建身房回家的路上 看到有两个人起了争执 当时他即将面临 拳击手的头衔战 所以他没有管闲事 直接离开了 但他没有想到 第二天 其中一个男的尸体 被人发现了 警察听到这言说 在犯案时段 松田父亲出现在现场周边 然后由于被害人 是前拳击手 而松田的父亲有纠葛 就断定是他打死了人 于是逮捕了松田父亲 小时候 松田就被人到处说 是杀人犯的儿子 幸好有健身房的人 一直鼓励着松田 让他相信老爸 松田才没有变得消沉 之后 虽然真凶被逮捕 松田父亲的嫌疑被死心 但原地的头衔战 也泡汤了 再往后 不管做什么都不太顺利 松田爸爸放弃了拳击 整个人都变了 成年叙酒 因为父亲的梦想 被警察的误抓毁了 导致松田非常恨警察 认为日本警察 都是一群Bug 松田当警察的目的 更加无厘头 不会轻易饶恕了 毁了老爸梦想的警察 所以松田要把警示厅的老大 警示总监 抓起来狠揍一肚 以发现心中的怨气 警校五元祖的第五位成员 伊达航也拥有一个 悲惨童年故事 伊达航的爸爸 是派出所的巡查长 虽然人很瘦 看起来弱不禁风 但伊达航很尊敬他 直到他老爸休假的那一天 伊达航一直有疑问 他爸爸 为什么一直叼着牙签 爸爸回答道 因为爸爸 我很瘦 看起来很弱 所以叼着牙签 好人坏人 不会觉得我好欺负 于是 伊达航也求他爸爸 给他买个牙签 爸爸回应道 小孩子又有牙签干啥 给你买个棒棒糖代替吧 伊达航的爸爸 竟超受不久 一个身上 粘买了去 十分肌肉的男人 单手举着木刀 冲进来大行 把钱交出来 店里的人都很害怕 伊达航觉得 当时对方只有一个人 当警察的老爸 肯定能解决 结果 看到了确实 老爸 向犯人下跪爱情 我的钱包 随你拿 饶我们一命吧 结果 小伊达航不干了 我爸爸可是警察 他会干掉你的 这一举动 反而激怒了犯人 什么 你是条子 那个男人 不停地将木刀 打在伊达航爸爸身上 直到听到警车的警笛声 那个男人 才离开了便利店 结果最后 伊达航爸爸住院一年 也因为这伤势 辞去了警察的工作 做起了清洁工的工作 之后 在其他店里 也发生了类似的伤害事件 所以 伊达航觉得 如果那一天 老爸能强硬点 抓住那个男人 就不会出现受害者 正义也能得到践行 从此伊达航觉得 咬着牙签的人 都是装模作样 看着就像兔 如果你不能变得 比任何人都强 是无法践行正义的 想要做一个 比父亲更好的警察 伊达航因此考虑了警校 简单说 漫画《警察取笑篇》 就是通过四个日常的案件 让警校五个人 组的其他四个人 能解开心结 这里主要指的是 伊达航和朱福警光 五个人中 两对发小 在设定上 五个人的推理能力 不相上下 在警校期间 江古林全科目10A 已在整个警校的 悠久历史上 都算出类拔萃的成绩入学 担任学生代表 却因为过于四半的性格 和一头金发 经常和其他学生发生冲突 伊达航的组合能力 仅次于江古 在警校的成绩 总是第二名 握力是五个人中最强的 由着领袖美丽 被教官指定为班长 却因为曾经担任警官的 父亲辞职 而一直耿耿于怀 上了大学之后 伊达航就独自生活 很少见到父亲 伊达航也是五个人中 唯一有女朋友的 女朋友是英文老师 名为Natalie 和Natalie的邂逅 是因为Natalie的包 被人抢走 抢劫犯 被当时还是大学生的伊达航 抓住了 丑连眼二 有着优秀的洞察力 和交流能力 却只向才能 用于和女生交往 是个花花公子 因为家里是修车厂 所以平时 也爱玩危险的车技 宋田正平用学科实操 和高超的专业之识 弥补了面试时的负面影像 对机械很熟悉 尤其是炸弹雷 平时都会带着工具 但旁若无人 丝毫不考虑 团队合作的性格 很知名 喜欢一个人 在高处睡觉 主夫警光 正义感很强 但由于父母的案件 而留下心理阴影 一心只想独自抓到凶手 擅长做菜和乐器 接下来就是 警察学校片 漫画第一个案件 五人合力 旧教官 开头便是相簿林 大臣松田正平 因为父亲是职业拳击手 松田从小知道父亲的教导 拳头解决问题 是松田的专利 安氏开始学习拳击的初衷 则是为了保护埃莲娜一生 松田喊着 金毛混蛋 两人竟打得不相上下 两人打架的原因 则是松田看不惯 将谷特喜欢警察 演影边 半夜两点半 警光在床上 做着父母被杀的噩梦 将谷敲门后 让警光帮他包扎一下伤口 小时候 上埃莲娜帮而是包扎 长大了 则是警光 林也表示 自己是那种 别人挑衅 就一定会还击的性格 这点在柯南最新漫画 1076话 《怪盗记得》 VSH透中也有体现 林被记得 一挑衅就棒了 第二天 便开始了警校日常 除了跑操 还有正常听课内容 在射击课的时候 05发子弹 全部打在把色镇中央 是五人中射击水平最高的 而他们的校官则说 天外有天 你们有一个学长 在试射的时候 就完成了20发子弹 全中把星 五人组议论说 这个天才学长 现在肯定在搜查一颗 当王牌刑警吧 教官却说 不 他现在在米花厅 看了家侦探事物 这也不难解释 为什么正安氏 愿意给毛利小布朗 当土地了 另一边 松田却因为 怎么也射不中 怀疑手枪有问题 话不多说 直接把手枪给拆了 果然有问题 在射击课 接触回收装备的时候 却少了一颗子弹 这当众人 想要寻找这颗子弹时 意外发生了 教官因为要 就不小心掉下来的 施工工人 脖子缠在了安全身上 一个眼神 五个人就迅速明白 自己要干啥 班长一声令下 一大行自己充当电脚 警官一跳 拖起了工人 暂时稳住了脖子 被勒住的教官 松田负责 把刚才拆开的坏手枪 重新组装成一个好手枪 秋元则负责找到 丢射那枚子弹 秋元洋装喊了一下 我找到子弹了 然后立刻听 周围所有人发出声响 果不其然 有个学生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秋元抓住了他 说 就是你拿了丢射子弹吧 那个学生解释道 只是想把第一次手枪训练子弹 做纪念 一切就绪后 手枪给到姜古林 松田说道 这可是完美的手枪 如果你敢打偏 我就杀了你 ZERO 姜古林一发入魂 救了教官 在这个案件结束后 姜古知道松田 为什么那么恨警察 两人解开了心结 官司好了很多 第二个案件 便利店抢劫案件 这个案件是为了让一大行 解开心结 开头 警校学生们都在纷纷议论 哇 那个金发帅哥好帅哦 他不是外国人吧 秋为班长训斥道 不许以貌取人 只要安事被议论 班长逼出头 秋元不禁打趣道 班长 你不会是喜欢酱谷吧 话说 你脸红个泡泡茶壶啊 班长便说 我可是有女朋友的 自然同时震惊脸 班长 话说 你们也不用震惊成这样吧 半夜 班长和女朋友Natalie打电话 说有机会 会把自己的四个朋友 介绍给他认识 在逮捕格斗术的课上 最终是班长 VS橡谷林 松田用小麦波的炒面面包 赌橡谷会议 秋元最后菠萝包赌班长 而班长之前在和松田的比赛里 伤到了膝盖 只要橡谷利用这一点 就肯定能赢 林却不愿下手输掉了比赛 结束后 班长却说 我对你很失望 橡谷 为什么不攻击我的膝盖 如果这是真正的现场 你就会受诅伤 嫌疑人也会逃走 同情罪犯 让他看到你的软弱 最终 只会变成我老爸那样的 可悲结局 夜晚 班长和橡谷 一起去超市买东西 就如同一大行小时候那样 撞到抢劫犯 班长表示 犯人有两可 你负责一个 我负责一个 橡谷表示 等等 情况不对 这时候 从二人身后 又出来了不少同货 在和顾客 一起被关到储物间后 班长和橡谷 通过摩擦深热 解开了神子 两人想了一个办法 通过配电箱 调节超市的招牌灯 向外发送摩斯电马 五人组 之前就玩过摩斯电马戏嘛 正巧 这灯光被外面三人看到了 于是 三人一合计 警校三傻 戴上了墨镜 穿上花衬衫 走进了超市 哟 你们是在拍电影啊 让我们也留个脸呗 这枪好真啊 同时 又照顾了一群路人 一起进超市 大家赶紧的 一起来客串吧 实际上 这群路人 是警校的同学们 逮捕了犯人 案件结束后 突然找到班长 跟他说 小时候那次想劫 其实他也在现场 班长 你爸是因为 发现了那个犯人 还有同货 所以故意下跪服软 拖延时间 等待他同事的到达 跟我们这次的做法 如出一辙 只有伊达航 理解了他老爸的做法 在让老爸打电话的时候 说道 爸 我有个女人 想要介绍给你 再被老爸问道 你觉得自己 又成为一个好警察吗 伊达航回答道 当然 不过还是比不上老爸 从此 也开始雕策牙签 第三个案件 卡车失控 飙车案 这次的主角 是秋元炎二 在参加联姻会上的时候 松田对女生们说道 林 只对比她大的女人 深感兴趣哦 一门 就别想了 秋元炎二 却在联姻会上 挨迟了 表示 我刚才去赴老奶奶 过满路了 女生们表示 好善良哦 KTV 也变成了秋元炎二的 个人秀 我个人里 唱歌最好的 是秋元炎二 无音不全的是 松田正普 回到警校后 秋元炎二发现 他们鬼种教官的车 是马自达 RX-7 FD3S 鬼种教官表示 这辆车 其实是来自于 之前一个牺牲的前辈 那个前辈的女儿 也立志成为刑警 暂时把车系存在我这儿 这个前辈 并不是别人 这是佐藤警官的父亲 佐藤正义 立志成为刑警的女儿 也正是佐藤美和子 秋元炎二表示 也许那位女儿 很可爱呢 松田正明确说 她可是说想成为刑警的 肯定是个男人婆 松田肯定万万没想到 之后 她会成为佐藤美和子的初恋 马自达 RX-7 这种经过彻底轻量化的车体 是从灵师战机上得到灵感 有着灵战之魂的名字 是秋元炎二最喜欢的车 景光 看着相公的表情 大驱道 Zero 你也想做Zero吗 毕竟名字都是Zero 相公表示 那种张扬的车 我才不喜欢呢 祝福景光暗想 原来林喜欢这种车啊 后来佐藤爸爸车 自然就被移交到了美和子手上 客栏TV597集 屋中惨叫魔女 四年前 因为发生了寡蹭 而且白色容易在屋中看不清 所以佐藤美和子 把车喷成了红色 而酱谷在获得了足够的经费后 自然也是开上了 同型号的白色马自达RX-7 而在重装备训练结束后 机动队过来挖人 松田正平和车员炎二 我想邀请你们 加入机动队爆炸物处理小组 松田表示 爆炸物处理小组 我当然很感兴趣了 请无比麻烦你了 回到警示后 车员却对松田说 因为见证过老爸工厂的兴衰 我明白了一件事 当一切都显得那么顺利的时候 也许就在提醒你 前方是雪岩 该刹车了 而在班长和警光外出调查时 却碰到了卡车司机混迷 小教授的保险杠 卡在失误卡车上的事件 于是车员 降过和松田 立马开了教官的车去营救 车员炎二 先出了一招 强行物理停车 哈岩石头 在柯南TV726集 正在他们的夜响曲中 坐的如出一辙 由于和卡车 重量的差距太大 只要不行 于是车员和松田一合计 提醒Zero 不要咬到舌头 接着便是科学时刻 一招侧身开车 一路火花 带闪电 直冲宇宙 帮助车伟和松田 跳到小教车上 这招侧身开车 后来也被安市 复刻在剧场版 零的执行中 最终 前方没有路 既刹车 也来不及 车员就和安市 一起踩了一脚油门 直冲云枪 今日 超音在手 何时 复住苍龙 警官卡车 摔了个底朝天 但人没事 FD光龙负伤 教官来找松田 问保养的车 怎么样了 松田 却只给教官 看了完好无损的那一面 简直是 闪闪发亮啊 第四个案件 小女孩 绑架 爆炸案 最后的案件 自然是要解开 警官父母被杀害的真相 而最近 一系列的操作 弄坏了教官的车 把一大群同学 叫出去到便利商店 和强盗堂和雪拼 无人被罚在这一周里 要打扫草堂和更衣室 警官在和教官说话时 却发生了一起案件 一个长相 和警官小时候 一起玩的小女孩游礼 差不多的女生 失踪了 这件事 加速了警官 想要把真相 调查出来的决心 其实另外四个人 早已知道 警官在调查什么 在草堂时 松田忍不住了 不干了不干了 你是在找 杀了你爸妈的凶手吧 警官说 这个案子 必须由我自己解决 不想再把其他人牵扯进来 如果又有人 因此而死的话 另外四个人 除了安室 没有说话 其他三个人 齐刷刷说道 死不了的 有时候 flag就不能乱立 案件发生在距离 那时候的15年前 一切线索 要从警官 看到凶手胳膊上 有高脚背纹身 开始调查 按照老贼尿性 没错 又是三权一 嫌疑人A 胳膊上有脚背纹身 但纹身 是10年前纹的 时间对不上 嫌疑人B 纹身是20年前纹的 是两目观音 花纹对不上 嫌疑人C 纹身是很多年前纹的 纹的也是高脚背图案 但纹在了脖子后面 位置对不上 欢迎大家 在弹幕中打出 你认为的凶手 给大家5秒钟时间 最终真相是 因为警官 是从百月窗往外看的 加上天黑 相对的观音图案 就被看成了高脚背 凶手正嫌疑人B 五人一起出警调查 再来到凶手所在的洗衣店时 一楼发现了洗衣机里 有大量炸弹 五人再次分工 由于松田和秋远 两个人手指都受伤了 所以松田决定 指导将谷 拆除炸弹 秋远则负责叫 附近的居民去避难 搬上警官来到二楼 看到凶手正绑架着 和游里长得差不多的小女孩 凶手当年游里父亲 说出了真相 说其实自己早就发现 原来小警官藏在衣柜里了 之所以故意饶警官一命 还是因为 这凶手精神上 有些大病 觉得自己女儿没死 迟早有一天 警官会带她找到 被她父母藏起来的游里 一楼的松田跟将谷说 拆除炸弹时 急遭是最大的陷阱 这段也在 柯南剧场版 《请求的噩梦》中 被暗示回忆起 关键时刻 警官一把 踢掉了起包装置 班长救下女孩 在离开时 无法没有想到的是 在二楼也装置了炸弹 凶手打算自己 丧生火害 警官却头也不回地 冲上了二楼 千军营发之际 警官带着犯人 跳出二楼 落在四人联合居起的 参加运动会的 《樱花海报》上 案件结束后 将谷和教官 汇报了 抓到杀害 祝福双亲的凶手 另外四个人 抓紧时间 打扫完了澡堂 累瘾了 在澡堂里睡着了 故事的结局 来到了他们 毕业典礼那一天 比他们小一届的佐藤 摸着马斯达 FD3S 感觉很像是爸爸的车 松田警告道 那没两个女大学生 我好不容易 才把车身冲好 别用你们的脏手乱摸 祝福警光 拜托松田 用拍李德 给他拍了张毕业照 松田擅自 在照片上画了胡子 祝福自己倒觉得 留胡子挺不错的 毕业典礼上 警示总监 百田路朗致辞 另外四个人 调侃松田 怎么不上去 揍他一顿 松田表示 但是小孩子才干的事 毕业后 松田正平和《去委员》二 如期被分配到 警示厅警备部 机动队爆炸物处理班 松田正平 也成为了 爆炸处理班的王牌 一大行被分配到 地方警署 调入警示厅 搜查一颗的 暴力刑事案件组 祝福警光和江古林 被分配到警示厅公安部 担当日本的情报组织人员 作为卧底 潜入调查黑衣组织 江古林获得代号 波本 化名 安石头 祝福警光获得代号 苏格兰威士忌 柯兰TV326集 震动警示厅 1200万人质 7年前 在一次任务中 缺人炎二 因为在拆除 已经停止及时的炸弹时 犯人为了报复警察 本已停止走动的计时器 重新启动 车为炎二被炸死 兴功殉职 苏天正平对此耿耿于怀 希望有朝一日 能为好友报仇 K9TV891集 关系恶劣的女子乐队 四年前 赤颈秀依 加古林 祝福警光 三人一起作为组织成员行动 在东京街头 偶遇了赤颈的妹妹 施良真纯 祝福警光还教了施良 谈其他 K9TV就被21集 背叛的舞台 回到组织后 苏格兰威士忌 卧底身份曝光 企图夺走赤颈的首相自杀 而赤颈自将他公布了 自己是FBI卧底的身份 表示要放走他 此时突然传来了 安士多德的脚步声 听到脚步声的祝福警光 以为是组织成员来了 便向自己的胸口开枪 同时破坏了 却有自己亲友联系方舍手机 和警校时一样 希望自己扛下所有 为了保护家人和朋友自杀 这位警校五人组中 第二位牺牲的成员 赤颈并不知道 安士也是卧底 于是赤颈表示 正是对叛徒应有的制裁 而安士多德也以为 是赤颈杀了警光 后来知道真将后 安士觉得 以赤颈的能力 应该可以救警光 从此安士变对赤颈充满怨恨 安士多德将 诸福警光的遗物手机 保存下来 委托一大行 转交给诸福警光的哥哥 长一线刑警 诸福高明 柯南TV326集 震动了警视厅 1200万人质 三年前 苏贤颈为了调查 秋元延二当初的死因 调入了警视厅 刺查医科 却与团队合作 完全不感兴趣 由佐藤美和子 成为了七天的同事 最后 在一次爆炸案件中 凶手设置了 只有在爆炸前 最后三秒 才能看到下一个爆炸地点 为了保住民众的姓名 苏贤颈尽管有能力拆除炸弹 但仍然选择牺牲自己 死前 用短信发送给了佐藤 下一个爆炸地点 并对佐藤告白 这几下五人组中 牺牲的第三个成员 最终柯南 抓到了这两起 连环爆炸案的凶手 在漫画1073话 秋元延二的姐姐 全然签诉 报答了柯南 柯南TV733集 以性命为赌注的恋爱转播 一年前 伊达航在车也监视后 被疲劳驾驶的车撞倒 并抢救无效死亡 自己的女朋友 Natalie 因为伊达航的叙事 伤心一绝 在家中上吊自杀 而伊达航 生前则结交了一个 不错的后备 高木社 结尾 佐藤高木 给伊达航扫墓 安氏 则在他们之前来过 在目前留下一根牙签 手机上 则是伊达生前 发给安氏的短信 你在哪 做什么呢 偶尔也联系我一下 安氏删除了短信 被他心里说 安静的长眠吧 我的朋友 柯南TV1041集 记得对高明 佐藤提到 因为警校五人组 太够闹的 导致他们后面 那一届的警校学生 被教官管得非常严 安氏 把警光的遗物 带着弹筒的手机 寄给了高明 信封上 写着林字 辱夫高明 判断出 弟弟作为公安卧底 在秘密调查中丧命 想起弟弟生前 才在信中交代自己 在中间交到了一个朋友 外号为林 柯南TV1062话 36公格的完美犯罪 高明拥有案件 见到了安氏 但因为黑衣组杀把手 老母在旁边 两人并且直接打招呼 他们不在了 林渐渐活成了 他们的样子 安氏的烹饪和乐器 来自警光 开车和带人接物 来自丘园 一脸正气 要贯彻正义 来自班长 拆炸弹的技术 则来自于松田 现在的江古林 化名安氏透 作为日本公安 为了调查黑衣组织 作为卧底潜伏其中 2018年5月15日 千人刚招的签会上 首次出现警校五人组 2019年9月 青山宣布警察学校片 正式起划 2019年10月 青山宣布警察学校片 正式连载 2020年11月 连载正式结束 2021年8月 宣布警校五人组漫画 将制作成动画 同时 2022年 柯南剧场版 将有警校五人组的登场 等到樱花再次盛开时 它们会在樱花树下重逢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 警校五人组 在明天安客栏中 总计出场72集动画 两部剧场版 一部主角 以及尚未制作成动画的 新华漫画 如果大家觉得 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查看点赞按钮 以及三连收藏本期节目 祝点赞的各位 一夜暴富 我是阿姆叔 由黑波科 咱们下次再见